HELLO,我是一涵 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調 總算是把裝備配件都攢齊了 可沒想到還要給配件升級 難怪很多小伙伴都讓我抓急升級配件 一看到對應的等級材料 越完後材料還是會成倍的疊加 就有點心會意冷了 這樣我自己去採集 我何年何月才能夠攢齊呀 直接買買買 連門商場或是MCP直接購買 真的 好坑,你是擺明的是坑錢啊 一個要買2000斤條 或是20點聯盟信用點 跟NPC購買就更不得了啦 一個需要3000斤條 我才不和你們買呢 還好當初有過任務活動 留下一些材料 我把身上的配件都強化一下 還剩好多的配件材料 沒辦法,只能先這樣子了 趁著空閒時間啊 上秋日森林打圈一副本 四級莊園才有的副本 我來了 創建一個隊伍 發布招募信息 嘻,難道說太強大了 這麼快就小伙伴加入 那就帶你們飛吧 任務是需要保護 NPC去什麼巢穴 我說你沒事跑什麼巢穴 去理安全啊 喂喂喂 別轉身跑啊 對了 一堆的傷屍出現了 患難之中 我拿去USA 哎呀 還好我過一強盪 NPC怎麼跑得這麼快啊 上次都不怕的嗎 不用忘了值錢啊 呦,還有BOSS啊 怎麼這麼快就死了啊 那應該是精英怪了 繼續跟著NPC走 哇塞 這NPC還挺會玩的 還是要給自己加血 看來這個任務應該是很輕鬆了 我就跟著NPC一路小跑 上屍怎麼躁動起來啊 我只是說說N 幹嘛擔真啊 只能夠過五關斬六將啦 幸好子單獨啊 不然卷壓涼涼了 NPC怎麼突然掉頭 跑到一個山洞裡了 二話不說就彎腰 埋起了架袋 這旁邊的上屍打你了的喔 哎呦 幸好我這麼稱職的保鏢 回頭你要多給點獎勵才行了 不好了 這隊友是打不過上屍嗎 那我也得跑才行了 咦 剛才什麼東西爆炸了呀 怎麼沒掉血啊 總之這戰故事完成了 A400的技能點 還有8000的戰鬥熟練度 2000的戰勳 不錯不錯 不知不覺也已生啦 大家晚安